哥林多全书第1章 从18节读起 229月 新日圣经229月 哥林多全书第1章第18节开始 哥林多全书第1章第18节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余德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门 作为通胀所济 为了灭绝世贿人的世贿 世贿聪明人的聪明 世贿人在哪里? 人世在哪里? 这世上的世贿在哪里? 神是不是叫这世上的世贿 世贿变成余德呢? 世人持自己的智慧 一直认识神 神是乐意 用人所当作余德的道理 等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吧 犹太人需要神迹 基督民人是全智慧 我们这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半角色 在外邦人为余德 但在哪? 门高的 因为是犹太人 基督民人 余德本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因为神的余德 等几人智慧 神的仰慧 等几人强壮 二十六节 弟兄们啊 可见你们蒙在的 按照要求 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真贵的也不多 神却行全了 世上余德的 要有智慧的羞愧 又行全了 世上仰慧的 要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经常要世上费贱的 被人愿意 至今那无有的 又要废教那有的 是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但你们得到基督耶稣里 是本者神 神也使他成为我们的 教会 勾益 圣洁 教赎 如今本所记 夸口的 将指责主 夸口 第二章 第一写 弟兄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原大字 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 因为我曾经聊主义 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 耶稣 基督 信他 真实之下 我在你们那里 又软溜 又惧怕 又胜善心 我说的话 讲得到 不是用智慧 微软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 和大能的名声 叫你们的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我们圣经就不到这里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讲到五种相对的观念 都是跟神价这个事实有集结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要传讲神价的这个道理 我们需要先把这五种相对的观念 加入诚心 第一种 这个讲到 这两种的人 两种结局不同的人 这种两种不同的结局是什么呢 一种是灭亡的人 一种是得罪的人 这两种不同的人 灭亡的人 得罪的人 灭亡的人 用一般的事 就是下地狱的人 包着流伤 火狐是他的粪 那是个非常痛苦的地方 没有神 没有叛亡的地方 没有光 只有黑暗的地方 灭亡的人 另外一种是得罪的人 所谓得罪的人 就是由乎与我们同在 刚才的词词说 耶稣同在就是天堂 换句话说 天堂里的人 什么是天堂 天堂就是没有罪的地方 没有黑暗的地方 没有习定的地方 没有一切任职正办的地方 天堂 神所在的地方 那么这是得罪 那么这是得罪 因此 我们看这个 得罪 与灭亡 两种不同的人 用什么尺度来分别 来鉴定 神明说是十字架 用十字架来鉴定 谁是得罪 谁是灭亡 神明讲得很清楚 十字架的道理 在灭亡的人 为余德 在得罪的人 为神的大能 他理解说 谁是得罪的人 就是相信十字架 是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大能 也变了 谁是灭亡的人 把十字架的道理 当作余德 当作蠢责 当作不可思议 谁能相信 谁能接受 是灭亡的人 一个人是决定了孩子的灭亡 不是决定于他的道德高下 不是决定于他的学问 到底有多少 他的财字有多少 地位有多少 经验有多少 都代理这一切 乃是决定于他 在十字架的态度 他对十字架所取的态度 是决定他的局 这是圣经的观点 也就是上帝的观点 也就是每一个人应当接受的观点 那么这个观点 什么道理呢 就是讲到 有些人把十字架的道理当作余德 也就是亲自听见我这样一个话 他说上帝要救人 你呢 何必这么萎缩 这么麻烦呢 还得把他儿子 丢在十字架上 太萎缩 太麻烦 何必呢 你既然是上帝 请一句话 好 赦免恩费就赦免了 何必这么多麻烦呢 是不是太正了呢 求防博 Ke说 custody 我是引用这种烈亡被的话 这dirender就是太遗憉太余奔 他不知道 aning 上帝这次有原则 上帝是坚持立场 坚守原则的 他不能 forums 譬如說,我們既然是信,他仍然可信,因為他不能對於自己,他不能違背自己 他們講原則講義,原則是什麼?立場是什麼? 因為神是愛,愛是要整句人,但是神又是公義,公義要刑達自己 刑達一整句,這二則,怎麼樣能夠取得失調,怎麼樣能夠把它統一起來,怎麼樣能夠彼此堅定 這是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意思,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 這像我們所想像的,一個人有罪,下本他就完了 上帝到天地亂物,聽一句話,要有天就有天,有地就有地,有光就有光 有寫意,有寫意,什麼就是一句話,但是上帝要救一個人,就此呢 他需要釋出最高的敗价,他要拼上一條命,把他兒子捨了,叫救人 因為上帝是公義,上帝也是死亡,世人以為實價的道理是余德的 但上帝就用這個人所任人余德的道理,來拯救每一個相親的人 在這個上帝的社會,因此,讓他知道第一個相對的觀念 人以為是余德,但這種人要滅亡 另外一個人,把實價道理放著神的大能大力,他得不,他得不 因此,因為實價就是許多重要的相對真理的一個焦點 一個焦點,你看一個焦點,什麼焦點呢? 罪欲罰的焦點,罪欲刑罰的焦點 人有罪,譬如說,有罪人有在此,罪的封鎖,乃是死啊 這罪欲罰叫做刑罰的,實價又擺出來啊,代表罪欲罰的焦點 有罪人需要向實價去受死,耶穌之徒,神老兒子 必全是罪的焦點,就是罪欲罰焦點,都存在實價 第二,實價也是愛和恨的焦點,愛恨的焦點 上帝愛每一個人,但是上帝恨所有的罪 但是人贊罪,像是人不管,像是人贊罰,像是必須責罪 但是,像是要責罪人,愛和恨焦焦點,因為在實價上成全 第三,實價的焦點,不僅血贏的全面兩種,也是生與死的焦點 因爲耶穌基督在實價上為我們死了,爲爲死了,但是又不死就不能生 因爲祂的死,代替了長史上的魔鬼,祂從死裡復活了 所以我們帶來一個新的生命,這個死和生的焦點也集中在這個實價 第四,實價不僅是我們所講的三種相對的焦點,更重要的 實價是一切問其與答案的焦點 人家問其誰有天啊,基督永遠是答案 我們有一首十六段寫的 因爲耶穌基督是一切問一個答案 人家問其道多,道麻煩,道不為解決 但是你再到這個面前,就在那裡永永遠遠有答案 哥倫多教會,是個問題層層的教會 它裏面至少有十大問題,哥倫多教會,當它裏面的哥倫多輸信 至少有十大問題,但是寡人說我算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 我只知道耶穌基督對祂真實價 因爲道多的問題,在代替耶穌面前,實價一高舉起來 這一切問題被淫認而解,爲什麽呢? 一切問題的發生啊,外面是降卓善基,恩樣負極 可這些問題啊,才錯生俗達進行了 那麼假如我們高舉耶穌基督實價,我們像自己死了 我們肯學舉,我們肯取退別人,我們不紀念別人的惡 我們有了肯定滿足了,不要再提及事件東西 這樣一來,沒有患者善事的問題了 這樣一來,化敵為有了,這樣一來,以化繩為虞了 這樣一來,所有人的問題都取得答案了 所以說,你把我告訴哥倫多教會說 我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一切我都不敢 我就曉得耶穌基督,敬他,敬死了這樣 因為這是真正的答案,這是一切的答案 因為我沒有這個答案啊 你在考試世界上,想著種種方法來解決的問題 都是積極積極的,都是治標而不是治本的 都是頭頭一頭,腳頭一腳,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所以,小羅這邊,他在理論裡面非常地生氣 他告訴我們說,姐姐問一個方法在這裡 我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知道耶穌基督,敬死了這樣 這些話語啊,我們把它對納起來 可以成為幾個相對的兩種 一種,兩種人,剛才講過了 滅亡的人和得罪的人 滅亡的人,是把辭嫁當成余德的 得罪的人承認辭嫁的能力 第二種,兩種智慧 兩種智慧,一種智慧呢,就是人的智慧 剛才這個二十一節說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只不認識神 人的智慧啊,往往把它帶到余神論的光景裡面去 就是人的智慧 屬地的智慧,就是屬天的 屬地的智慧,越高,人越不信誰 屬地的智慧,屬世界的智慧,越多,人越驕傲 一驕傲,就比長人去相信誰 什麼叫做驕傲? 驕傲就是與上帝爭奪寶座 這是上帝強寶座的驕傲 你今天學校考第一名 你說這是我的本人 我的運動,也聰明 我好,也有人考第一 這是與上帝爭奪寶座 基督徒考的第一名學生 他知道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給他聰明受惠 上帝給他肯用真的心 上帝給他健康 上帝還給他機會 考試,不是講機會主義 但是考試有機會的 上帝不給你機會,你就是沒個辦法 因此真是一個信神和不信神 觀點完全不同 你就是懂得千千非非的把榮耀規的神 你就是驕傲傲傲的榮耀規的自己 是不是就此? 有神有神之憑 所以我們看見 人的智慧常常把自己帶到 第二次神的裡面去 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上帝死了 那些學院的學院 所有的學院家說 十九世紀上帝死了 那些明采說 上帝死了 看見上帝死了 二十世紀的學院家說 人死了 十九世紀的正點是說 上帝死了 二十世紀說 人死了 想到知道 人死了 還有盼望 找到人沒有辦法 十九世紀說 哇 不是想到上帝死了 上帝死了 算是人來不然出頭啊 人不然自己來 當家立業 什麼自己做 誘靠上帝 沒出息 是這樣的想法 但是盼�節就是 人自己來當家立業 人自己來放家立業 人自己來出頭了做了 就來做做 你看今天的世界怎麼樣 誰不知道今天世界怎麼樣 今天的世界 一直生活越高 精神生活越低 人生命 憶得享受的人越多 道德越低落 这是谁都没办法否认的一个事实 因此,这是教人说,今天的世界人死了 但这种人死了就盼望 人死了,靠主能活过来 所以说你接受主了,就是他的盼望 他的真正的事也就用了一个方法 所以两种智慧,一种智慧是人的智慧,第二种是神的智慧 神的智慧怎么样呢?就是把人所当作余德的道理来整体相信的人 今天如果在做所有基督徒,我们都是承认我们是立如所知的人 我们承认我们实在不知道什么,你真的知道什么?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相对的真理,没有决对的 人家用斯科拉比,这个希腊的一个罢有结论的人 人家问他说什么叫时间,什么叫时间 他想一想,他说你不认我,我好像还知道 你不认我实在说不上来了,什么叫时间? 你说什么叫时间?你能许时间像个阴音? 时间叫什么?就叫个光阴? 说到你像同一语言,那说不到了 那叫什么?时间是心全?时间是什么东西? 时间是心全?时间是什么东西?时间是生命? 这些都没说出本质来,到底时间是什么东西? 那是冲冲的相对语,都没说出来 真正要想下个阴历是最难的事情 你下这个阴历总是,你往往是货亚于内乱 这就想到那边失去了 所以,真正的学人就相信 人间一切的所谓知识、智慧、学人都是相对 这个上面,我以为我们的神是绝对的真理 是最后的真理,尽量他这个真理叫你国立自由 你愿失放,不犯罪了,有力量是敌党罪了 真正的自由了,那是真理 所以你看,这些人所认为是余德的 上帝就认为这些人所认为余德的道理,神教的道理 来拯救每一个需要主的人,相对主的人 这叫做神的智慧 一是两种人,一二是两种智慧 第三呢,是两种追求,不同的追求 刚才在圣经里面讲 一种是犹太人追求神迹 一种是要旁人追求智慧 西里面人就是希腊人,代表一切外旁人 他们相信追求智慧 那么犹太人追求神迹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永远、绝恶、温死、被灭、不幸的时代 人要想看神迹,只有一个给他看 什么神迹? 约拿在一队或者三队三月 文旨也是这样的 那是指责耶稣西族从死里复活说的 所以今天的词代我想看神迹只有一个 就是指责死里复活 以罢能写明是神迹 作为神迹而入到你里面来做你的生命 你就成为一个最大的神迹 你不要去追求外面的神迹 你就是个大神迹 你认为这些得救人就是个神迹 代表一个神迹 因为我们原来是信主 能够信 原来是神迹 现在就能敬善信神了 原来是自私自利 单想到自己 竟然是想到别人 最为谁打算 是这个神迹 这个神迹 这个最大的神迹 是把人的新改变 把人一讲一面 言语 行为 彻底彻底彻底的改变 这是大神迹 你看一个虾子看见了 老大虾眼看见了 哑着不说话 龙子充电 大麻风捷径 这个神迹还不大 最大的神迹 最为了你悔改 承认也对 悔改了最大的神迹 所以今天 其实有几个人在追求神迹 其实他们追求错了 因为当谁到嘴里面来 实实在这让自己从省得救 我们教会 所以今天这个正典的工作 就是要消灭 教会中的贤达尔 提高会证的重生力 这个会证重生力提高 都得救 都得救 就是都是见证 因为都是神迹 你们全教会都是神迹 每一个基督徒 他的见证就是神迹 因此 这个是我们真正应当追求的神迹 我看到报纸上讲到巴西 有一个什么16岁的女孩子 你看到报纸吗 他说有月瘤不在他身上 瘤不在他身上 他就怎么样得到什么提示 不知道 他要自己啊 要说冰在十字架 三天三月 但是并不是冰 是绑到十字架的 手脚上到十字架的 但是把那个血啊 怎么办呢 就是刀剑割一割 割一割 没点血 一死一死一死 那么这样子啊 赶金十字架 三天之后下下来了 下下来了 人家听到这个圣徒 一个圣人 把他当到圣者 你看 这是人尊自造的神迹 人尊自造 像自造的神迹 其实 这些实在是回头透明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工作 是成全到永永远远 他已经成功了 没有人可以补充 有没有人可以效仿 如果我们今天 针十字架的圣徒 不是把这些圣徒 针在十字架的圣塔 那也是在新闻中间 背负着十字架 不说背负 等一下啊 我还要说你 这些证明 新闻的人啊 叫做盲目的追求神迹 盲目的追求一些啊 好像是一些 揪飘秒的东西 这些是错误 这两种追求啊 都是错 还有外办人追求智慧 但是智慧 就你这种能力 智慧 并不等于快乐 智慧 也并不等于道德 我们就是想到一个想法 智慧本身并不等于能力 你懂得多少 不就能做多少 一善而至能够行使罪 所以智慧并不等于能力 智慧也不是并不等于道德 并不等于道德 一个人自知越高的水底越高啊 他道德又是正低落 尤其是多多出卖国家民族的人 你看他学问好不好 不错 所以就很好的 但是智慧是否说 他不懂的呢 他还要是懂得很多 学问很高 智慧也很高 但是道德非常低落 因为那些智慧 所谓智慧学问 是被他那个智慧的 里面的情欲 他的欲望所控制 所以他的学问 对他自己实力 他那个智慧 对他的智慧来实力 自己实力来实力 所以这个智慧许多 善心敬煌 却不做出来 因此你看看 这个智慧本身的 并不等于道德 并不等于能力 同时也不等于快乐 传道说里面 比如这样告诉我们说 加征知识 加征烦恼 智慧越高 优伤越多 所以一个人智慧很高的时候 越来越烦 越来越苦 为什么 他想的太多 虽然有智慧 他的朋友越来越少 没有朋友 他越来越多 他越来越看了很远 想的很多 人家同时带人跟不上他 这些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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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人带来的 并且是真正的幸福 今天这时就叫什么 我们知道幸福在哪里 因为有约翠日我在一起 真正有主 与我们同教的时候 才有真正的幸福 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道德 真正的能力 为什么呢 因为下面有 下面有两种传道的方式 一种呢 什么叫做高颜大字 用高颜大字传道 另外一种呢 这是保罗讲的 基督与私之下 这两种不平的传 那么用高颜大字来传的什么奥秘 那些东西 讲一些清智 玄妙的不得了 人不得兵器 讲一些道理 所以实际生活脱节 人听了一声道 听了一听了 明显感受没有 为什么 连续不上他的生活 生命一生活脱节了 理论都实际脱节了 那些听了什么用高颜大字 没有用 一听了一声 不能用在你的生活上 不能改变你的人生 这样的高颜大字 法罗说我们也这样传 他用什么传呢 用基督释架 他到底是基督释架 为什么呢 证明说 基督是神的能力 也是神的智慧 在耶稣基督里面 才有真正的能力和智慧 这个智慧做什么 来分别善恶是非 这个能力来干什么 来形犯了记恶 所以在基督里面 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帮助 实在在夺得到帮助 因为什么 他有智慧 他有能力 他的智慧告诉我们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他的能力带来我们 做应当做的 智慧应当智慧 这是能力智慧的合一 也是思维以实现的合一 我实在讲 那么这种生命一生活的合一 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得到 所以这个是两种 还有一个两种不同的选择 世界人选择自负能力尊对 而耶稣基督 我们的神选择什么 愚者的 软弱的 平见 这个是很奇妙的 世界人选择自负能力尊对 选择的人 但是神者选择往往是愚者的人 平见的人 分为平见的人 神的能力 就透过这些人彰显出来 有一句话说得好 上帝今生需要的不是一个伟大的人 所以这个伟大的人信主 上帝不见得满意 不见得欣赏 上帝是要一个人 能够把上帝的伟大活出来的人 上帝不是要一个伟大人 欺憾一个伟大人 但是欺憾一个人 能够把他的伟大活出来 把上帝的伟大活出来 这下好 所以越是平成非见 越是愚昧愚愚愚愚 越是软弱愚能的人 上帝选上他了 结果呢 上帝的荣耀是 充同允足的 从他里面当前 依后受他苛扣 他们也苛扣 假如今天 选择一个博士来信主 他还能够传道 上帝不想选择一个小学生来信主 他也同样传道 请问 这两个人 谁最能够使上帝的荣耀 你本来一个博士 有真正的基础 绝对上帝的基础 你是讲到 当然是 比教堂 人力发挥了 但是讲到三个人 他真的从来不大懂得 他上帝照顾他 就让他能够讲到 能够为止别人 请问上帝这两个人身上 谁是谁想得到更大的荣耀 这我们都知道了 这就是上帝今天 有什么常常见像一些人可不要的 人可轻叹 人可认为人疑不轻重 人把他披下 上面坚持了 坚持了 因为这就是彰显上帝的荣耀 这是上帝的坚持 这一向这一种 两相对的专业 我们有一个认识之后 我们尽力带来思想 这个实价的道理 因为这个信息 过去讲台都是传讲 已经讲过了 我都在同行 我们今天成为新的观点来看 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这样的话 我说到很有道理 他说实价这个学校永远没有毕业生 实价这个学校永远没有毕业生的 永远没有毕业的 因为这个功课远远不绝 因着时空的变动 时间空间的变动 就是说你个人的理念条件的不同 这个新的功课来了 或者说实际的压力来了 你就天天的吸引这个东西 实际的挑战来了 你要全面应战 实际上的功课千变万报 错终复杂 人在每周的生活中间都得接受这个功课 这个实际上的学校永远没有毕业生的 那么这个怎么办呢 没有毕业生就要学下去了 那么一般四个学名 就四门重要的功课要学 第一个学名呢 我们有个一道要表述 第二个就是二 一三二三就是四个道 可以表明实际上学校的功课和重点 第一个学名要学的很清楚啊 就是一个一 什么一呢 有个证度是这样的 当有一个神的儿女 在背着实际上 实际上是什么 利益能胜的 很软弱 心灵丁伤 以狐愿见如人 他一个人在祷告 顺着流泪祷告 那么这个他的交易 是一般的律师都会交易到的 一般的不具体细细的描写 他这个祷告的时候 主啊主啊 我实际受不了 这个实际上 难道找人说 有人会愿意实际 所以我真是受不了 但是主要就是他讲一句话 主要说什么话呢 你追这个实际上 你不是第一个 你不是第一个 这就是这一句话 你继续揣摩 会得到很大的安慰 主要是带着你说 他有一些充足的,他真正兴奏,也就在实际上就是兴奔剁烈而死 比如说交易的一切,他都交易过,你不是比一个 所以今天今天几天姊妹,我们常常常常与短套面穿有人 就认为我那个实际上的权势就最重要 就认为我的男性没有人比我更多 你把你的男性放大来看,就是放大,放大多少个人来看 你这一切的你就是受不了,受不了,别人都没有你这么重 但是比如说你不是比一个,最像全球的人都没有你那么重 至少耶稣比你重,耶稣超越实际上的你重,你不是比一个 这是你重一个学年的功课,要学力度耶稣是比一个,你不是比一个 他所对于实际上的最重,最大,最重,最难,你都是其次 这么一讲,这么一个体验,你灵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 你晓得你在受苦中,他要与你一同受过 圣经说的,你在孔道中他一定一同受过 就是你一个人在受过,他也在受过 你在受苦,他也在受过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你接受这个观念的时候,你灵里很大的释放 所以记住,你不是比一个,你不是比一个,比一个就是你 第二个学年呢,就是说你面对实际上有这么个认识 第二个学年呢,要学什么,要学什么对于试探 一般的试探试探来的时候,你怎么办 就是戈利汉在讲的一句话,他说你不要看第二元 不要看第二元,第二元不要看,第一元看了不要看第二元 大洋王犯奸淫罪,因为他在平台湾,看了一个女人去找 他第一眼看见了,第一眼是无意的,看了 看了你这个就不要看,不看第二元,他就对保守不犯罪 他就看下去,第一眼看,再看第二元,第三元 乃至一字眼,看了后来就非犯人犯罪不可 今天你面对一切事看了,你能够不看第二元 你做第二个想,你一想就不要靠这个恩典 不要再想下去,不要再看下去,不要再想下去,不要再变下去 不要再变下去,那第二个就拆掉了 直到第一为止,没有第二元,不要看第二元 这是你面对一切事探,采取实价和靠着来处理 你记得你已经一直同兵实价了,你自己能看一下 你能看第二,只能想一想,不要再想 那个事探来的时候,就是有个圣子讲的好 你不能拦住那个鸟啊,让你头上飞 鸟在头上飞,你为什么拦住啊?他飞 身边自由的,他要怎么飞怎么飞 他头上飞,你不能拦住他 但是你可以拦住那个鸟啊,飞到你头上来坐鸟 坐鸟,鸟飞到你头上坐鸟,你再来坐 你那个让他坐鸟,那你要负责啊? 他兵你怎么管,他这个鸟你就要落在你头上来啊 我们就是要有个佛教宗,有个叫庙朝坛书 这个东西,鸟在头上坐鸟,还是修行道经高啊 那我们不是和尚,我们不要,就让他们俩都头上坐鸟 因为他生差点,你再来落下来 那个意念,那个贪责意念不要落在你身上 不要踏实在你身上,要落实,你把它搬走 这只要有自己负责任 你不用说这是主事,主事在做,你不跟主合做怎么行呢? 约配在当中,所以就是我们不要看第二个,是主要的宣言要学的 第三个学者,那就是面对一切的选择 不知道他怎么选择 在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的时候呢? 你要记住克什马尼元祷告的原则 请问你自己,你祷告了第三次没有 祷告了第三次没有 克什马尼元祷告是三次 祷告是什么呢? 约束叫选择 是啊,若是可行,可以叫这个东离开我 但是不要在我的意思,叫你东意思 我的意思是不要说 你的意思要我说,我就说 我不想要该怎么选择,你得决定 打败了一次,不想要带了不信任什么主意 第二次,还不太清楚 你单着打败完了,就决定 你清主明财宣布的主意 叫他喝那个苦杯了,藏那个死味 因为我们就死了 他说,完传圣子要来 完传圣子要来 他那个祷告就是圣子的祷告 不要在我的意思 到你的意思 那个就是面对一个选择 男子的时候,神里祭祖 你我们祷告是三次 好多人不祷告就会决定 我告诉你,其他东西都会决定 不祷告就会决定 做了决定,除了事情来决定 他本着祷告也算不错了 他还得干亡羊补牢 你祷告呢,不错到底,也不祷告就这么糟糕 最好的是先祷告就会决定 而且不是祷告一次 两次、三次 三次的祷告的原理是保留着我们 小卫说要一根次 你祷告三次 然后他放弃了 他没有谁去拔刺 就是我的恩典给你用 刺在哪里? 你拔刺在N就拔掉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 因此三次的祷告非常重要 一声之类 你我是否常常维持三次祷告的原则 能不祷告做决定 或者你祷告一次不做决定 还不太清楚 有些妈妈是一次两次 语律,确实是三次祷告 轻轻是在什么面前 并且这个祷告的话 要照着祷告说的 并且说就是照我的意思 给我承向 给我承向 给我开路 给我欲罪 那只要你要不开路的话 就关门 人要去 你不用开路就关门 你能这样祷告? 我有去 只要你必须让我变下去 你能这样祷告吗? 自己说不要照我的意思 照你的意思 因为这样的祷告 是真正的祷告 这叫做第三次打到第三次 第三次 第三次要学的 打到第四个学年最高的 因为你对一切的灾难 危机灾难 有人的威胁 所以你对你也没有看见的 第四个 第四个 永远圣经人都知道 第四个是什么说的 但以理事里面讲到第四个 但以理事里面讲到三个亲人 巴格拉、米萨、亚伯利波 三个人一代那个偶像 他被那个王道房的王队 溢到火宜里面烧 那个火宜的这个火力就猛了 那sz gon無以示喉 连台场 ig ール STOP 台湾都烧死了 那么那蟑 Ziel人就捆到新的火宜里烧 它十肯定比较有鸟烈的改变 烈云三滑onen 火燒到 但是它刀堆在那里比如说 安然於士 连头发也没烧焦,衣服也没烧脱,连糊的样都没有,火烙的样都没有 出来啦,又有什么?就第四个在那里,他那是三个人被人在摇里 你一看第四个人在那里,这第四个什么人? 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纪约的显现 你去看一看这位超越时空的神,这就是在纪约时代他的显现 在纪约时代他已经在那个显现,纪约就三个显现 神的儿子嘛,这神主的形象,耶稣基督受了他们 你就看一看,这第四个就保罪,我们落在一切灾难危险 淡浪,面对死亡的威胁,成为为人自己,你也没有看见那第四个人 可是有一个原则,那三个人是为什么? 是为主做见证,为此真心,他没有一点惧怕 所以就是他同在,今天如果你的威胁,那边有一个犯罪的结果 那你不能希望有第四个人跟你同在,你真正有回感认罪 再说,真正要祷告,特别认罪,对罪不清楚了,全主没有认罪 你要借你,所以这个第四个很重要,最高级的一点,第四个学年要学这个 但是我刚才说过,这个身价的学校是没有毕业生的,因为你这个学能就完了 你还要再念下去,还有很多你会念过得的 那么我今天就提个纲,就让弟兄姊妹自己去找寻 你在圣语里面会找到几几多多这些功课,就是原则 你照着这些做,你就能够实际懂得什么叫做实际 这两个见证,我让你提一提,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实际上的功课的提到 很短的两个小小的见证,我自己读到这个见证的时候 我实在心对恩怨,反对伴徒,我觉得这实在能够帮助我 印度有一个圣族,叫曼女,曼女这样一个圣族,印度人,很好一个基督徒 她也是常常,她是一个知识分子,常常向几多,没有对人讲道 比如她这个是律师公主,就是高级的知识分子 律师公主她就讲道,讲完到可以发任 那几个人呢,头脑都很能讲的人 她就,没有对几个人是跟他给买,贵交买 她说,你叫我看我父耶稣啊,她说我看耶稣自主的事 下面的话,除此保险缺贷,我可以讲 她说耶稣是个私生子 所以耶稣在这个字里无法饶住,私生子 这个话,我们批开宗教的概念,就在一般道德伦理来讲,私生子有什么事 她有些事主要叫私生子,别人把她生下来的,私生子本身有什么事 所以她就说,私生子,她把耶稣当个私生子 她对来的是圣灵、感恩、感恩、感恩、生子 她就做私生子,所以我讲宝学说拜 她说罪人,耶稣私生子,你怎么是这个平坚,这么一来一个人 你身在干什么,话留了几点,你身在干什么呢? 她的罪永远都赦免,她说罪主的罪人 罪的罪人,罪的罪人,罪的罪人,罪的罪人 罪的罪人,罪的罪人,罪的罪人,罪的罪人 罪人,罪的罪人,罪的罪人,罪的罪人 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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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 他打,正主而打,但是主說飛刀就跳吧,正刀就死在刀架 接著呢,他不能就叫,在早上早上看見了,靈異看見意象 他用主走過來,主身子兩個手走過來 那是主真正主的屏蔽,手上有金橫,他能走過來,主走來了 那他看了主的方法地下,主要我虧勸你,我今天做了錯算 這個一句話就沒有說,站在他面前,把長袋脫下來 然後把他肩膀都這樣拉開,就一看啊 約金的肩上就有那個用鞋子打的封層,意思是 所以一句話就說,直接給他看,他完全斷著了 你看這什麼意思,他就把那個因爲主的人,就給他擔當 就給他擔當,就給他擔當 比如今天擔當了我們一切,由於整理而做的錯誤的這個厚格 他擔當了,他想,他想死 因為我們就打在人身上,不敢認為信就信主 因為我們是爲主人就打他,主就受傷 就給他受傷 哇,所以他們就從來就講到 我這樣做好像是爲主做,結果反而害了主 所以說了一句話,搔當就能不能敢去搔當 搔當就能敢去,什麼叫搔當呢 上帝從來沒有某個方法來做事 某個方法是什麼,殺死殺了,做了事 就能夠盜死了,成為傷法 像一種愛情敗人 上帝是你得抱怨,他願意得抱怨 所以這個做法,你這麼一做,就受傷 從六成幾,他認識到什麼叫十字架 關於我們所做的每一件錯的事情,就已經都在受傷 就已經都在受傷 你不要有時候,你做的有一天啊,自己怎麼樣 你是怎麼樣,就這樣都做在死身上 所以是你完全的別類 所以他根本上,所以根本上有 他打的那個病情在那裡 這個傷心在那裡,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第二,在西方有一對夫妻 就是全一個世界的事情 一對很愛自己的世界 他的年輕的夫妻兩人呢 真是非常恩愛 他們在神前立約 一生不去,我們是你愛我我愛你 這些兩人,絕不樂第三的 絕不樂有出什麼事 手生如玉 那他聊得是很好 有一天這個叫丈夫的 他在西方做事情 本態的遠方式 有一句話 就在玉璃甲裡面 睡了一個氣叛 辦了一個不道德的罪 回來的時候 他不曉得怎麼面對他的氣質 純潔的愛 他怎麼辦 必說難對 說怕他快著睡不了 哼聲大 就是學了一兩天 不感覺他快著說話 不知道一個什麼事 別對他了 就是沒有一個 基本沒辦法了 他只好留著眼淚 說了 說我對不起你 我怎麼樣怎麼樣 我犯了最後一句 我在玉璃甲裡面 犯了最後一句 說對你 他說他不默默想著 他說自己不敗 他說他只拉著泰者的手 他反而泰者的手 很冒汗 眼睛在流淚 心在流淚 他看了他的刀子 他看了這個刀子 看了這個刀子 刀子在那兒 刀子在那兒 都能動 一刀哪之間呢 他就看了這個實質架 他對著全國的愛 對我這個最愛的實質架 就死了 最愛的實質架 這個全國的愛對我 對我的實質架 是最愛的實質架 他再對我去看一遍 他拍到他這個小實質架 拍到最愛的實質架 這個小實質架 上大上大 越上大就看一遍 越非基督到那兒會經 主 不斤了 是為了我們一次的罪 所有的罪 以前你所犯的每一個罪 都是把主自己的罪 再斤他一下 把主從這個實質架 所以他從那個小實質架 看了一個大實質架 就認識到 什麼叫做實質架 我們主要是 僅僅把人的關係 限制在自己跟個人 所以說人為人之間 這個人之間 這個人之間 這不是全的關係 全人之間的關係 不斤了人之間的關係 不斤了 連到上面去 凡是長頸 連以元首基督 連到上面去 他那一下看見了 他傷害了他的基督 更厲害是傷害了他的主 耶穌基督 他這個聖結的基督徒 犯了不聖結的罪 他不斷絕對人 更裹絕對神 讓徒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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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 我絕對把天理又絕對了幾 絕對大個角 絕對天絕對你 所以後來他太太援露了 他突然說 我不知道他怎麼說 他再說 我應當援露了 因為實力已經赦免 我不能不赦免 可是他說了這句話 他不難過 就是被赦免的人 那個心中的難過 他說我同樣沒有那樣難過過 他就想到 你能赦免我 對於我沒有那個難過 因為我怕他也要讓我實力難過 可是我們不認識實效 我們都不曉得死在世上做了些什麼事 就是在世上做了些什麼事 就是在世上做了自己的類似 我們就說 一個細小細的一個字 他都被尊了 但是這個時候 這樣子看著那個 承哲的妻子原諒他 他曉得 這叫實假 就曉得這叫的愛 他說我們犯了多少掏頭的大字 不可以的就是 我們犯了多少字 驕傲、嫉妒、羨慕、罪恨、罪恨、恨人 尊重的字 雖然就是當衣服的當衣服 當衣服的殺人 我們今天在口舌戰隊 就在那裡 喊人也是殺人 口舌戰隊也是放火 我們做了多少犯法 就是在 不覺得 不曉得 不曉得死在實假 是我們做了什麼 我們把實假叫做理論 叫做高調 唱高調 實假實假 唱歌唱實假實假 永遠是我的榮耀 去唱 你真的懂得實假嗎 這兩個小小的見證裡面 真是把實假的意義學起來了 我們哪怕的是力爭而戰 力爭而生不肯 你一定要做這個認識 你傷害到別人 你傷害到自己 所以這就是這樣你看 這是一個 實在看實假的真正 我們依靠在那個教學面前 深刻你這輩子的群體 一輩子學不完 再說實假的學校沒有畢業生 我們一兩個月再學 有一個神學家講了這樣的話 你說的我很有意思 他說這個世界的官允是人 人是世界的官允 因為這個世界 你以為我用法實際上有什麼地方 官允叫做榮耀 世界的官允是人 人的官允是神 人以為沒有神 人有什麼榮耀 沒關係 神的官允是誰呢 這是實假 這世界的官允是人 人的官允是神 神的官允是實際上 實假 實假就是神的官允 因為 假如我那個神 是透過實假 不足以彰顯他的大愛 也不足以拯救對人 因為他的愛沒有彰顯 世界對內地拯救 請問上帝得到什麼榮耀 上帝沒有榮耀 上帝他的愛 因為他是愛 所以他就必須要去 一些不可愛的人 把每一個不可愛 上帝做愛起來 他的愛很可愛 我再講這句話 講這句話 你怎麼能夠把 一個不可愛的人做得很可愛 就是用愛 因為基督的愛 把每一個不可愛的人 愛成可愛 要不然愛成可愛 你以為自己人可愛嗎 你以為自己人可愛嗎 你以為覺得那個弟兄不可愛 那個什麼 你想要你一起可愛 我可愛 我們不是不可愛的 上帝愛了我們 而且今天我們還是不可愛 我們必須用上帝的愛 去愛一切的人 把那些不可愛的人 愛成可愛 用基督的愛 給他愛成可愛 我們今天我們才能提出的地方說明 一個傳統的目的 就是把每一個垃圾做成毀滅 把垃圾做成毀滅 垃圾的做成毀滅 不只那時候想這樣 你知道 把垃圾蓋在一個地盤裡 遮蓋遮蓋 無力遮蓋 垃圾就跟他在地盤裡 必須當他成立起來 就是小心靠垃圾保守起勁 靠垃圾適合能力 給我們能夠證明 把垃圾做成毀滅 把每一個該死的責任 變成毀滅 這不必須 這責任是怎麼辦 要責一責相信 而責任責人之道呢 必須透過實價 也不經過實價 沒有人的責任 也許自己在實價上 存存了責任 他自放了一生 沒有他全責任主的人 我們靠他又能決勝 這不就叫做實價的道理 在滅亡的人 認得是益夺 在責任的人 卻是神的大能 但是每一個人 都是實價的認識這個能力 是神的大能 卻是得罪人 也願我們今天 每一個人 是略格 是對滅亡的人 我們就看一看實價的真理 也願意接受實價的道理 我們就能夠靠主 這是我們祷告 主要使我們感見你 因為你在實價上 存存了天賜的責任 也願滿足了公義的神 也要拯救了我們該死的人 我們謝謝你 在實價上 這是一切 我們都看一見 都更新見化了 我們如果對人 把責任責給你 你就在實價上 有少許許我們的罪 你從私裡自活 更給我們一個 甚至有利的聖命 靠這個聖命 在身上 引導我們 能夠防釋真理為大 能夠討神喜患 當然都是恩典 當然我們已經能不能的人 通通願意在這裡 靠取的恩典 能夠為主 選出更多的神器來 當然更多人都能得出 成為主的神器 我們為了這些目道朋友 能夠切切祷告 主我們已經享受恩典 儘量與他們一同分享 我們已經得救 讓他們也能夠得救 因為你的心就是要讓人得救 不願看見一個英雄成人 要以為你的心真正有滿足 要以為你套你自己的善功 讓今天每一個 如太教徒的時候 還是沒有耶穌做生命 當然所有人如太教徒的時候 都帶著耶穌基督真正的救恩回去 我們感謝你 讓你規定 把這個聚會拖在你手中 讓你聖上的運行 在我們身邊 聽說有誰願意接受主呢 讓你接受耶穌基督 看見他 阿爸 你整治每一個需要整治的人 聽說看到的 許多隻手提起來 接受你的主 使你 有身子 有精神的手來 你拉住他們的手 讓你的血洗字 他們一切的罪憂和不義 從頭到腳 從你到外 被你血血激進你 你的靈略 激入他們心中 使他們實在心願重生 得到永生 就是 我能感恩 向你感恩 因為你配得人的感受 也不是你對上軍 沒有一個人能舉手絕制 自然他們 就是你的孤独 就求此賜他們 完全的責任 一分離是導致他們 走遇到永生的角落 祿福他們的家庭 全家的人都能 任何非改 非改 非禁止 非可救 我們感謝祷告 聖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